是不是有带装螺丝粉 肯定是没法吃 今天的干拌粉 好香啊 现在是七点半 我们才到柳州 还有十分钟才进城 我已经饿了 柳州市 位于我国广西中北部 三江四河 暴城如湖 因此也被称为湖城 已经有2100多年的历史了 这里 少数民族人口超过50% 来柳州的路上 我们就看到了很多 穿着少数民族服装的人们 后来我查了一下 应该是壮族的服饰 当然 现在提起柳州 恐怕大多数人 第一个想到的就是 螺丝粉 这碗小小的粉 在几年内火遍全国 甚至外国人都知道它 这种闻起来臭 吃起来香的米粉 其实也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接受 但我跟Simon 我只吃过泰州的螺丝粉 就已经爱上它了 什么不正东西 我也觉得是 只是存在于说 这个口味合不合你的口味 那个口味合不合他的口味 这是我们第一次来到柳州 第一餐 当然要在螺丝粉的家乡 尝尝地道螺丝粉什么味儿 我们刚刚看到 我们要吃的那个万加螺 有好多人 然后我们就怕说人太多了 就发现他们在排旁边的阿柠檬 我之前也在一些铁栅栈看到阿柠檬 但是还是很多人说万加螺比较好吃 就是提到阿柠檬的频率 没有万加螺多 但是看到那个好多人 就是在这些地方吃饿 是用料排队也得很厉害的 对 大家是真的爱吃不像 哪有不像 你又要不要踩谁 就不像北京 北京人都不排队吃炸酱面 是吗 北京人自己家也做炸酱面 真是 吃之前 我做了一些功课 柳州的螺丝粉 大致可以分成 咸口 甜口 和重油重辣 这三种不同的风格 柳州人对于螺丝粉的口味 也是萝卜白菜各有所爱 我选择了一家 点评网站上 很多人都比较认可的 作为我们在柳州螺丝粉的初体验 这个螺丝粉 弄出了三百味的感 所以一路过去 把料给点 我都不料 走过去 我要这个 要这个 要这个 加这个 不知道是我习惯了 还是这家店真的不臭 我完全闻不到任何臭臭的味道 先尝一口粉 好饿 相信我 这一碗看上去红 实际上味道真的很温和 可以吃得出汤的咸鲜 还有丢丢甜丝丝的味道 加上红油恰到好处的辣 好好吃啊 柳州人太幸福了吧 跟包装的那些骨 就 跟底色没那么强 天呐 这是新鲜的柳州螺丝粉 各种鲁味和菜品 价格实惠 加起来完全不心疼 下面这样二两粉 加鸭腿 豆泡 豆皮的搭配 只要20元 而我这碗只加了豆泡的一两粉 只要9块 这个豆泡真的必点 吸满了螺丝粉的汤汁 非常入味 绝了 这个味道我真的很喜欢 因为 我就特别喜欢 然后 会带着 隐隐地带着一些甜味 在柳州吃了鲜的螺丝粉 还让我怎么吃得下 带庄的方便粉啊 我要试一下它这个汤 因为我觉得它这个汤不是很咸 所以我想尝试它这个汤 你到底味道无核 把红油都吹开 这个汤是真的好喝 我完全不觉得辣 因为它辣都在红油上 这个汤是真的好喝 如果 如果我和他说不要辣的话 我还是就红油一碗 有挺多人也选择不加这个红油 如果不加这个红油 它真的就是鲜鲜的汤 我们吃完了 好像才赶上大家来吃 现在好多人排队 你们是把螺丝粉当宵夜 还是当晚餐呢 这是我第一次来柳州 我还想看看柳州有什么其他的美食 这是触及到我的忙去 因为我不是广西老表 我是广东老板 怎么贵 我们一会呢要去再去吃一个东西 这个作为一个北京人来讲非常的神奇 因为我们都是把它当早餐吃的 而我刚刚再来柳州的前半个小时才知道 原来他们把这个东西当作夜宵吃 我们刚到现在十点半 这家店门口竟然大排长龙 所以我们不说了 赶紧去排队吧 这么多人 真的好热闹 所以在柳州大家晚上吃的就是 豆浆油条 这个真的很神奇 这都是我早上吃的 对 除了豆浆油条 我们还点了木耳鲜肉饺 玉米糖水 还有油堆 因为我买了两种 一种是玉米糖水 这个是我在广州也没吃过 广州市好像没有这个东西的 这个玉米糖水 没有 对吧 然后还有这个豆浆 所以我先来尝 有点没有 什么 柳州啊 这个好久没吃豆浆油条 现在吃有这种亲切感 来尝一下这个鲜肉饺 木耳鲜肉饺的皮 吃起来软软糯糯 这个馅是真的超香 不过我特别想说的是这个蘸料 没关系你不爱吃姜 这个蘸料你猛点 我只要不知道姜的食品就没关系 这个让我猛点的蘸料 就是贵州 云南 重庆 岐江永城 独有的美食调味品 糟辣酱 它在贵州省尤为出名 糟辣酱不同于剁辣椒 需要经过发酵制成 有一股非常开胃的酸味 再加上一点点辣 这味道真的很上头 这个Simon说服我不点油饼 都要点的油 对哦 我尝一下 它其实就是糯米 糯米炸了球 然后把他把它剪碎 对 它一放到油锅里炸 它就里面就会充气 就会变大 一般就每个地方做的大小都不一样 这个油香味好足啊 怪不得你爱吃 我小时候早上最爱点的就是这个 但我妈不让点 因为说自己黑 长大之后就报复性地吃了 你现在尝一下 我点着玉米糖水 我真是从来没吃过这个 是你爱吃的味道吗 对 西马红糖汁水的玉米粒 磕磕饱满 像一粒粒小爆猪 玉米清新的嫩和红糖淡淡的甜 我真的好喜欢 因为它足够嫩 所以呢 它非常非常甜 然后它又吸了那个糖水的 知道它特别饱满 然后再加上这个 不是很甜 就是没有那么厚的这个红糖水 我绝了 我喜欢这个 我感觉他们就是用 它这个应该就是用那个 糯玉米来做的 就是它玉米本身可能不那么甜 然后就靠那个红糖水 膨胀了 在里边就是吸满的红糖水 之所以可能差完甜 这个我好喜欢啊 这个为什么广州没有 柳州真的有好多很小的那种 迷你的电车 就是这边感觉 迷你因为都算大的车了 我真的是震惊了 对啊 好多好多好多特别迷你的车 所以你们知道柳州的停车位 有多紧张了吧 我们为了吃一家店停车 停到了离这家店 有1.1公里的地方 根本找不到停车位 沿路都是满的 是的 一个车位恨不得给你放两胎 这边停车位真的好紧张 现在有人在游泳 柳州的路上 随处可见各种迷分馆 数量超过卖炒菜的餐厅 足以证明这里的人们做米粉的案 而我们今天要去尝试的是一家 本地人常去的干捞粉店 我一进门就闻得好香好香 你都要加什么 半粉阿姨的手脚麻利 放料也毫不吝啬 三下两下 一碗拌粉就配好了 这个是我们今天的干拌粉 我看到网上有很多柳州的朋友 这家干捞粉就真的很好吃 所以我就非常好奇 我之前从来没有吃过干拌的粉 我们进来就闻到它特别特别香 然后这个粉现在就已经拌好了 我要尝一下 每一个米粉和蔬菜上都裹着酱料和花生碎 还有炸到干香的蒜末 油渣 肉碎 等等等等各种香料混合在一起 它里面 不知道是什么炸得很特别的那种渣 好香阿 刚才还找到一种像肉皮那样的感觉 其实我们甚至不知道这粉里面有什么 我们就开始在那里吃 原粉口感爽利 再配上辣椒碎和微微带点甜口的卤汁 很适合初次尝试 吃不了重辣又不喜油腻的朋友 真的好吃 超级推荐 哇 好香阿 老粉是我今天第一次尝试 我觉得很好吃 我觉得非常好吃 很像肉皮一样的东西非常Q 就是粉的分量有点点少 我和昨晚一样点了一两粉 吃下去感觉没有昨天饱 建议大家二两起点 如果男生的话可以点三两 肚子还没填满 刚好去吃下一家 现在我们要去吃芋头卷粉 其实这本来是我们今天安排的早餐 但你知道我们没起来了 然后我们发现这家店 其实不止早餐时间还营业 然后它一直开到下午 所以我们刚才吃粉也留了点肚子 现在就过去不吃这个卷粉 卷粉加芋头糕的套餐 是店里的招牌 一次可以吃到两样 卷粉和广州的肠粉差不太多 阿姨每天早上都会现磨米汤来吃做 调料完全自助 认识的不认识的一通操作 记得一定要加这个番茄汤 这可是灵魂调料 你可不可以喜欢吃这些番茄汁 好香 你这样多加这番茄汁 芋头的味道很浓 就算浸在番茄汁里 你能感受到它的香气 葛嫩的芋头上下都被米皮包裹着 配上开胃的番茄汁 真的不错 这家粉店叫什么 键盘山什么第一卷粉 键盘第一卷粉 我们看一下 我以为键盘是 就是柳州附近的一个地方 然后我发现 我倒是看见什么 键盘山小学什么的 然后就发现 原来这个地方就叫键盘 就是等于是柳州 然后的这边 这个区的这种感觉 然后它 它这边做的这个卷粉 两广地区 其实有相似的食物 但它们的处理方法和做的方法都是不同的 虽然看起来这个卷粉简简单单的 这个芋头糕也简单单的 但你走到一个地方就是另外一种做法 配的料啊 然后 烹饪的方法 烹饪的方法 对 都不一样 是的是的 就真的很有意思 没准你觉得它的叫法是一样的 然后它的做法又完全的不同 强烈爱好者 强烈推荐 芋头糕爱好者也强烈推荐 短站的柳州之行就这样结束了 不知不觉 2022年已经快过完四分之一 疫情进入第三个年头 仿佛这几年没有什么变化 我依旧还没开始世界旅行 解锁世界美食 但又不是什么都没发生 我去了西藏和新疆旅行 还尝了很多地方美食 我相信梦想只有时间的一天 只要心存希望 让我们一起继续出发吧 无论去哪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